今晚你们就将在山水基地入住 我来了 真生太阳 故事的开头大家已经知道了 本期又是一期大合宿 虽然嘉宾们注意起这件事 我们不是第一次经历了 但每一次都有源源不断的新挑战 这一期的屋子分别是温馨民宿和生态小屋 为了让嘉宾们拥有更加极致的住宿体验 导演组开启了两边的大屋 因为这一期是生态片 也突出一些就是生态风这个块的东西 你现在会看它是一种很极简风的这种概念 本来又没错是一个极简风的概念 大家想忙的 被淘汰的人他们就是 要来到一个条件相对比较差的地方 但是拿捏这个简陋这个就是 很考虑公理 它是一个全智能的这么一个概念 怎么不是电动来吓死人 然后你插上房卡有多少天气也会打开 然后这地方也可可看清醒 因为在这个地方 它清醒是真的优惠的 才会过这地方看到的 这里连床垫都要重新装 估计是 这里面其实原来两个是两个茶室 然后我把它改装成了两个庆舍 就是我们想过可能要用方案库 然后也考虑过用木床 考虑过用行冰床 综合考量之后呢 就决定给他们一个正常的 促设的小床 改一些我们做的一些被告 带有颜色性的东西 也突出一些就是 生态风这一块的一个东西 我们也可能会立些板子 画一些画的那些东西 突出一个整个的环境 然后这个颜色上 还有这些东西上 但是不要那么炸 这是他们的早餐厅 早上起来肯定要吃早餐 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吃早餐 它动银耳粥 这个挺好的大早上 特别养胃 很好吃 问问一下凯特这种汁 你还可以放点菜啊 我也准备那些香菇 只有泡面火给尝 我觉得可以更简单 简单 简单 为了嘉宾们的住宿 导演们也是操碎了心 比如核素人数最多的民宿 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因为技术还有灯光 它都需要走线 但是呢 因为介于这个民宿 它生态实在是太好了 它生态实在是太好了 它生态实在太好 你看着窗户也会重复全线 怎样能不破坏生态又能防蚊虫 作为一个酒精磨炼的节目组 什么样的难题 我们都必须想出 不怕该必须 cd good understand 整口这个民宿的这个 是有一个小窗户 所以说呢 你坐这边假墙 在吗 多说黑的地方打一个个孔 打一个孔以后呢 所有的线 就从这个孔里就进来了 这个窗户不是在外面吗 两边一靠 窗户一打开 那又就是一个风力空间了 就是这个原来是一扇窗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壳子 很省钱 就是一块木板 然后把那个窗照进来 然后外面那个窗户是打开的 所以就是线从窗户进来以后 通过这个木板 就这么小一个洞进来 既能走线 然后又可以防止虫子 开着窗户缝进去 然后颜色就是它挑过的 尽量做的一样 哦 昨天 酒店的工作人员 看错了 还以为是我们 把他们的墙面给钻孔了呢 我这天 跑过来 来问我说 为什么你要钻人家墙 我说没钻人家墙 不可能钻人家墙 他说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 我说这是我们的假墙 这个因为有时候工作人员 听你说的话 他可能 他可能会忘掉口岸 所以加了一下零次东西 他还是很可能的 解决了蚊虫问题后 大乔老师开启了装扮模式 大乔老师开启了装扮模式 但是一伙人的突然出现 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人家这一窗子拿走了 是来这边借家具的吗 就是放到那边的 木屋 家图四壁的小木屋团队 开始了他们的进步 拿走 这一窗子拿走 这一窗子拿走 你们都拿回去了 尝尝他有责任 我这边有点空啊 对 这个小椅子 你拿走呢 这个小椅子 你拿走呢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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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拿走 我这个不行 这边桌子椅子就算了 这花一点 咋的就好 那个竹筒呢 不行 竹筒也不行 竹筒也是有数的 这个好像没有 这个不能给你 我们那是low版的 对我们不能有这么高级 又高贵的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拜拜 满脸写着高兴 好 庄修干了 设计做了 能藏的 我们都尽量藏起来了 为了让嘉宾们住进来 像自己家一样 节目组 无口不入的准备了好几天 终于 迎来了最最最最最重要的路之一 我先把机会都看了一看 对 跳得多了 真行 嗯 嗯 一规矩中心 继续已接通 8000太实际了 等一下等一下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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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们 移步到这个位置了 今天怎么办 好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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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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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看这两个大堂货 没有人看这两个大堂货 来 走啦 这是我之前 你看今天来 你家每个人都进来了吗 都二进来了 四号没有进来 四号没进来是不是 太早就进来了 谁跑二楼去了 别墅的二楼 从那个楼梯上去了 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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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人下来了 听得清谁是谁的声音 谁在说话 什么 什么 变成了 怎么这么大 就这么大 这个啊 就是咱在那边跟我们说话 然后咱把人来这儿去会 这个不动 还是有二手滑 民宿里热火朝天 而PD们的首页工作才刚刚开始 其实这个门关了也还是会很冷的 上班了 现在特别像保安师大爷的 穿着这衣服身上 在深夜的冷风中 在朴素的宫位上 守着监看画面 导演组又度过了忙碌的一天 晚安 拜拜 要不要瞧 要不要瞧 拜拜 晚安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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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